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仲哥 今天是8月10号下午2点半 那投票一个礼拜开始 还记得我们上礼拜五是怎么跟大家提醒的吗 我们跟大家提到 大盘的下跌第一次攻坚呢 回档是很正常的 后续呢只要量价配合等于呢 还是有机会再过高的 那投票你有没有发现一个惯性 其实这惯性呢蛮有趣的 只要每逢呢礼拜五呢 这大盘呢就会往下跌 那每逢呢礼拜一呢 大盘就会把上礼拜五的跌幅呢 统统呢都给吃回来 虽然你只要记得一个惯性就好了 什么样的惯性 只要新台币没有出现连续性的重变 那另外一个呢 只要成交量没有出现一个爆量清晶之下 量价配合得以 这万三呢还是有机会来做挑战的 那现阶段你是先看什么呢 先看盘整盘 大盘维持着一个区间震荡 但是呢会有很多个股强势股呢 轮流冒出头 好比说我们来看到这一档 这档呢是2031的星光钢 那星光钢有什么样的题材 为什么我们会注意到这钢铁类股呢 最主要就是卡到这锋利发电的一个题材 虽然今天发现它突破了一个区间板压之后 我们有跟大家提醒 这突破区间板压呢都是我们最喜欢的形态 那我们也是带全国会员朋友进场来切入这档 那尾盘呢直接拉到了涨停板 所以你可以发现我们的猎豹策略呢真的是有它来批调 猎豹策略就是快很准 一买就要拉到一个涨停板 所以这档的股票恭喜各位的投票 如果你有来加入众哥群组 这档股票呢通通通都可以赚得到 那众哥群组要怎么加入呢 众哥还是要提醒大家 拿起你的手机LINE呢输入账号小老鼠 BBA5820H就可以加入众哥群组 因为如果你还没有加入的话 那你恐怕又要错过这一档呢 这档呢众哥给他一个行动代号叫做霞光万道 那为什么要取这个霞光万道呢 就是像这个股票就像一个珍宝一样 正在散发它的光芒 那我们在群组上面跟大家分享的这个价位呢 大概落在91块到91块半这边 那你可以看到收盘是怎样 收盘是收在最高点的 盘中呢你通通都买得到 而且大盘在盘中震荡的过程中 它呢走得稳稳稳的 那走得稳稳的那尾盘呢 就是有人进来点火收在一个相对高的一个点位 那我们再回顾台看这个线形 那线形呢也是一样一个区间形态 然后突破了一个反压区 这种形态呢都是众哥最喜欢的 所以呢我们今天切入了这档 这档的霞光万道 还有刚刚提的2031的星光钢 那星光钢你可以去看一下 这其他的相关钢铁类骨呢 有没有机会跟着发动 我们一直跟大家提到 当领头羊冲出去之后 领头羊一冲出去你就要开始留意 会不会扩散到其他的个股 那如果说扩散到其他个股的话 代表说什么呢 代表说接下来就是 众哥最喜欢的族群性大行情 因为呢这种行情是最有漏的 众哥最喜欢这样的行情 因为最有漏我们可以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所以投资朋友众哥这边要很正常跟大家推荐 众哥最新开发的一个猎豹策略 先前呢我们跟大家提到过 不管你是做这个当冲的还是做隔日冲的 甚至是做波段交易的 你都不能否认一件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 股价呢是由钱堆出来的 股价要涨必须有资金流入 如果说一档股票没有资金流入的话 这边就是一滩死水 你业绩报了再怎么好 它不涨就是不涨 尤其是有可能盘到最后就股价是怎样 却是往下跌了 这样的情形有没有比比皆是 所以众哥这边开发一个短线报法律专案 就是要怎样 就像你短线可以一买就涨停 然后我们就要保持着三档的股票来操作的这个tempo 那三档股票操作tempo 我们就要把资金呢分成五等份 那另外一个 这20%就是保留着不动 这是一个asobi的 那就是用80%的股票在这边做操作 那80%股票是怎样的逻辑呢 低档股票我们进场就是加码 就是一个20% 那如果方向持续的话我们是再加码28 就是重压市城 最多就是重压市城 那最多就是三档股票 那我们会去找寻盘面上有哪些呢 强势股来去做操作 那这种强势股可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它刚开始发动的时候 这种股票很容易就瞬间拉到涨底板 而且不会卡到你的时间 有的股票要你包到天荒地老 有的股票跟你讲说这边未来的基本面非常好 但是什么时候发动不知道 那这种事情都不是我们要的 我们就是追踪资金流向 追踪资金流向 然后又是怎样 短线波段同时通通都一起来 你可以看到我们跟大家介绍的波段股 还是非常有一套 首先看到我们从6月初 跟大家一度追踪跟推荐的 5G 车用电子还有IC设计 这个三大主流到今天 还是非常非常夯 其中还是有不断的个股在创新高 比如说呢 这车用电子的5306贵猛 今天还是在创波段新高 那贵猛它是在做什么的 它是做电动自行车一个链条 卡到一个关键的车用电子这一块 我们从2020年人大报告跟大家讲 未来的5G基础建设 还有这电动车将会非常有搞头 再看到资金流向疯狂的 永路IC设计 永路IC设计 当它有族群性大行情的时候 这是我们一直跟大家提到 最有漏的行情 那你可以看到过去这两个月 似乎是一一验证 这种哥跟大家提到的 那首先我们看到这6223的旺系 那旺系今天是搜了一个实际件 那实际件代表什么样的含义 代表说短线有可能会变盘 那也跟这种哥讲说 那这种哥上礼拜五跌停 那这边不是已经变盘吗 那这种哥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我们成本已经拉开这么多了 上礼拜五的跌停板 对我们来讲根本不叫变盘 所谓的变盘是什么 变盘是说 你目前持股进场之后 但是股价却是 跟你进场方向却是相反的 那你的亏损已经超过10% 这种财交叫做什么 财交叫做变盘 但是我们已经赚了80% 就算上礼拜五跌停又怎么样 而且我们高档有先获利卖一半 高档先获利卖一半 这边赚80%先获利卖一半 在15到157这边先获利卖一半 就算明天再一根跌停板了 你问中哥会害怕吗 中哥要跟大家提到的是 就算下一半 就算明天再一根跌停板 我们还是赚钱的啊 还是赚钱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害怕呢 虽然忘记这档 中哥还是会帮大家持股做最终 那当然 如果你的成本跟我们不一样的话 记得你的这个储存点一定要做好 因为如果你跟着中哥走的话 那相信会怎样 相信到时候有可能会亏损到20% 有可能会亏损到30% 但是如果你的进场点 跟中哥是一样的话 我们这边就是怎样 好好的报到它现行开始正式转落的时候 再来去做出场就可以了 那什么时候现行开始转落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储置交易的这段时间 储置交易这边是一个另外一个起场点 那这个起场点只要没有跌破的话 形态上就是还没有正式转落 所以我们这边已经先获利卖掉一半部位 可不可以买回来呢 中哥认为只要打到这边 然后亮说震荡拉回 没有破地的时候 中哥就会把这一半部位给买回来 所以6223旺西这档你要好好特别留意 尤其是这个台电的新制程 还有这中心 这中国道路的中心 可是积极发展半导体的相关产业 那积极发展半导体 就不能扫掉这6223旺西的探针卡 所以这边你要好好留意旺西这档 什么时候会再度转强 再我们看到303社林勇 中哥就是看这月线的支撑 法创报的还不错 但是法人对这个林勇的后视看法 反而有点分歧 所以导致说这林勇 这股价从高档往下做了回落 那往下做了回落 中哥这边就是看月线之后的发展 中哥这边低档这边开始买进之后 波段获利五成了 同样我们一样不担心 再来我们看到这6679玉泰 上礼拜五的法说也是爆得非常好 但是今天股价有点开高走低 但是形态上也还没有正式转弱 我们就看月线后续的发展 当然还有这档4536的托凯 托凯今天有尝试性的要往上攻击 但是可惜尾盘收了一个上影线 但是这段盘整的过程中 外资投信的筹码都没有松动 虽然这四大核心之骨 目前看起来还没有必要急的动作 那这边没有必要急的动作 我们是怎样 让他去做震荡就好了 让他去做震荡 守停力 让我们把焦点放在其他的机会上面 事实上众哥也蛮希望他怎样 他可以往下做跌破的 往下做跌破 我们可以把这样把资金抽回来 去重压什么 重压其他的新的主流上面 所以接下来怎么发展呢 要好好紧盯着众哥的一个节目跟群主 到底是他这边震荡之后 会再度转强呢 还是转弱之后 那转弱之后 我们会把资金转向哪一些新主流上面 就请大家好好的锁定 再来我们看到3037的信心 3037的信心呢 今天是再度的创了一个波段新高 那一样我们没有必要急着出场 在7月20号的时候 如果你在众哥群主上面 有看到众哥跟你的善意提醒的话 相信了这3037的信心呢 这波段涨幅呢 这30%你都可以赚得到钱 所以众哥群主 这边你加入了吗 影片看到这边 如果还没有加入的话 记得赶快拿起你的手机 输入这个 LINE输入这个小老鼠 BBA582.H 再来我们看到6165的解态 6165的解态呢 今天也是有创一个波段新高 那不创波段新高 那你就背话去想一想 外资这边背后呢 连续买进的过失呢 到底是什么呢 只要他形态上还没有转弱 外资还在买的话 众哥认为他就有机会再度创新高 所以今天留了一个上限 众哥认为只是在洗盘而已 把一些筹码服务了给洗出场 那洗出场之后呢 后续的股价呢 就特别的容易涨 所以6165的解态 你不妨一样跟着众哥 好好追踪他一下 那回过头我们来追踪一下 这个行动代号安平道风源 今天收了一个下影线 那只要没有跌破这七张点的话 众哥认为随时呢 有机会再走一波 那我们一直跟大家提到 三日价三日价三日价 三日价代表什么 代表是短线上的趋势 所以这边已经呢 1234 四个交易日 站上这区间上缘之后 已经呢 四天没有再跌破了 所以已经形成这样 原本的板压区变成了一个支撑 那只要放量的话 这边随时有机会 再度呢 创新高了 所以安平道风源这张投票 你一定要跟上我们的布局 因为这边的获利呢 已经开始准备要奔跑了 只要他一放量的话 代表说后续行情就要往上做喷出了 再看到这个 红泽中心思想这一档 这你可以看到 这原本的反压区呢 已经变成了一个支撑了 跟这档呢 安平道风源一样 都没有跌破 那没有跌破的话 你就会好好留意 后续的一个发展呢 原则上这两档的重割 会持续的把它给抱着 那最后呢 回过台我们来追踪一下 加权指数 加权指数呢 我们刚刚提到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区间震荡盘 今天是做了一个红黑棒 但是呢 还是没有改变这个区间 那有点呢 投票你要去留意的是 今天成交量是有量缩下来的 量缩对盘整盘来说是怎样 我们一直跟大家提到 是一件好事 这件好事的话 所以呢 今天呢 今天你不要认为说是出现一个背离的讯号 今天这种课反而认为说 这边的量缩整理反而是一件好事 因为有助于什么筹码的安定 有助于筹码的安定的话 那只要量了人再放大的话 这边呢 13000点呢 还是有机会再度往上突破的 所以现阶段的话 中哥认为本周 这一周大概就是这样 大概就是这边 在第一个区间这边反复来回震荡 盘来盘去 那盘来盘去的话 你反而去留意 留意另外一个重点是什么 个股什么时候会开始轮流爆出头 那中哥原则上要跟大家讲的是 只要这边盘整 只要形态上还没有正式转弱 只要最近呢 还没有出现一个明显的断裂的话 强势股呢 还是会轮流爆出头 你可以去找寻什么 找寻这种横向整理 然后刚突破个股 原则上这盘整的时候 不要过度追高 但是呢 你可以找寻的刚冒出头股票 来尝试性的去做买进 因为这种刚冒出头股票 很容易让你怎样 赚到一根涨停板 就好像我们节目一开始 跟大家提到的 这2031的星光钢 它刚冒出头的时候 我们进场去做买进 那就往上拉到了一根涨停板 所以接下来行情 你一定要好好跟上我们的脚步 因为接下来行情 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震荡了 各股的差异非常明显 有了强势股就强一天而已 一天而已 皇上一名就隔天这样 皇上就驾崩了 所以这种股票 你一定要把它避开 因为目前不管是短线的 还是波段的 这边你要好好留意 资金流到哪边 因为资金集中化的情况之下 哪些个股资金流入的话 这些个股特别会涨 或是我们刚刚跟大家提到的 这档安平到风源吗 还是说孔者忠心思想 或是霞光万道 这边就请大家填写影片下方的表单 跟上我们及时买卖操作的脚步 中哥用猎豹测运 带你赚过一档又一档 这边你会感谢猎豹 赞叹猎豹 所以赶快填写影片下方的表单 加入我们成为我们家族成员 中哥带你赚过一档又一档的涨停板 同时要请大家锁定这种个Light跟Telcoin 这两个群组你一定要把它加入 因为这种个盘中的即时讯息都会放在上面 看影片可能真的慢了点 但是加入群组是最即时的 那我们下期见啰 谢谢 拜拜 本公司以往节期效不保险未来获利 且以所推荐分析至个别有价件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空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写行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